两名女侍主的前男友是名为Vortex的25岁诚信男子 28岁侍主今天在记者会上指出 他是通过微信认识这名男子 两人在2014年拍拖一年半后分手 期间男子声称自己因为车祸惹上法律纠纷 于是用侍主的名字来买车 而男子负责每个月摊还车贷 还刷爆了他的信用卡高达8000令吉 两人分手之后侍主向男子追讨卡债余额 和解决车子转让的问题 结果被对方以裸罩威胁 他是红片我拍的 就说他是说就是因为说拍拖期间 他就说就是他跟我说 他是自己拿来看的然后之类东西 然后我有问他关于那些照片的东西 他说他洗的 可是因为如果他是洗的 他就不会拿这些东西来威胁人 我就觉得他应该是有流迪 另一名40岁的单亲妈妈 只和这名男子交往一个月 市主指出男子身兼多职 包括派发杂志和修车 两人交往三个星期后 他开始发现男子谎话连篇 而且有另外至少5名女朋友 主要年龄介于20多到30多岁 但年纪最大的是60岁的妇女 这名妇女还被男子骗走了几十万令吉 市主和男子当面对峙时遭对方弄伤 民政党雪州公共服务及投诉部主任林华正指出 受害者可能还有更多 同时他将协助受害者再次向警方报案 处理车子的问题 并希望借此避免出现更多受害者 NTV7综合报道